中国大陆8月1号不是这个家者的禁令出来了吗 目前已经上路 那德国世界报就说这两个稀有金属的供应 要避开供应链受到干扰的话 必须要先跟中国打好关系 这当然啦 现在是掐脖子的一个战略 那日本跟韩国马上跳出来 日本的经济新闻说 日本是全世界第一个家的消费国 对大陆的依赖四成 所以日本企业密切关注 这显得非常的含蓄 那韩国经济报说 中国出口管制家者动摇韩国半导体的根基 它写的就比较直接比较赤裸裸 家用在这个半导体研发 还有叫OLED的显示屏必用的 那者是用在半导体产业关键气体的生产 所以在8月1号上路之后 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德国的世界报点醒 要跟中国搞好关系 日本跟韩国有可能吗 我先强调就是说 8月1号因为今天已经8月3号了 这个加根者的话 里面有几个重点 要先把这个关系厘清一下 首先第一个的话 加根者的话是稀少金属 但它们不是稀土 一定要分清楚 稀土在后面还会有继续的放大招 然后第二点的话 这个加根者它本身在目前的高科技 越高科技 尤其是家方面的话 涉及到红外线这个远距离传输 它的价值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 然后第三点的话 就是说这个加大概大陆是占了绝对的影响地位 但是这个者未必 可是能够产生这种矿产的国家 以前是向美国是基于环保的理由 或是基于发展的需要 反正有中国很便宜的提供 已经养成了强烈的依赖性 美国现在带头依赖中国的生产的话 这个就最重要的加根者 是美国的芯片法案 美国的这种停止对于中国的 这种高科技的这种输出以后 所做的反制措施 这个反制措施 里面的话就是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就这个反制措施事出必有因 如果把那个原因拿掉的话 说不定这个反制措施就会弱一点 就会轻一点 如果你不把它拿掉的话 接下来稀土再管制的话 整个世界的高科技的发展 起码会延宕个三五年都不止 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下 我必须强调加根者的这种禁止出口 未必是一种绝对关键性的 但是在短期内 就是三到五年的话 对世界高科技的发展 尤其是市场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德国本身现在是属于 非常为难的地方 上个月德国才出了一个对华策略 这个对华战略当中 里面包含了合作 竞争 要把大陆的这个对它的依赖 要视为一种危险的措施 当中的话 经过各方面的讨论 本来是只有竞争 跟那个绝对不依赖大陆 后来口气变缓和 要强调合作 大概就是针对于这个高科技的 这种元属材料 所做的一种准备 所以我觉得说 大陆目前为止 它不得不反制 因为你各式各样的禁止压制的话 等于是说忽略了大陆这边 在整个高科技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也基于这个缘故的话 8月1号这个消息公布得非常急 来不及被料的 所以说尤其是韩国跟日本的话 他们都是靠出口 都是靠高科技出口 然后他们以前的话 仰赖大陆的 用便宜又好用的这种原材料 现在的话出现这种问题的话 他们真的是有苦难言 因为要跟着美国走 这就是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对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管制 也不是绝对的 它是管制 它不是全面禁止 换句话说 看情况 对不对 所以重点就在这里 我觉得德国很聪明 就是要跟中国搞好关系 中国人讲的吗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这个我们懂 洋人未必懂 洋人未必懂 不可思议 我们今天讲说是80亿次 现在说什么 一个月突破了170亿次 当然你会想说有这么高吗 它这个次数的计算 其实是很有玄机的 看你怎么算 播放 主要是播放量 对 播放量 大陆本来人就多 对 如果说是播放一次 就算一次的话 那你可能点个三次 就算个三次 一个人可能贡献个 十次八次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最新的数字 说170亿次 这前五古人恐怕 很难后有来者吧 但他的词曲很特别 这我们已经讲了 他取材这个聊哉制意 所以大家仔细看 特别是很多台湾人 可能第一次看 真的看不太懂 真的看不太懂 所以网上也有翻译给大家看 翻译你 告诉你要怎么样去看懂 你可能要有一些 这个聊哉制意的一些背景 这里行间被认为是极具讽刺 那当然从小的来看 大家就想到了 刀狼他的个人人生际遇 他在崛起的过程当中 很多学院派的音乐人 对他是恶评如潮 不看好他 像纳英啊 汪峰啊 杨坤啊 然后所以大家说 我们都以为这个刀狼已经收刀了 发现不是 他十年都在磨刀 这个磨刀出窍 果然很锋利啊 所以像是这个纳英遭到网报 纳英的这个微波里面 被大家炸翻了 有没有 他现在比你还红怎样 还有像汪峰杨坤 过去不看好他的人 据说都被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的说法击溃 那汪峰也首次回应 但是看到他EQ很高 他否认对刀狼有任何的偏见 或是跟他有什么样的高下之分 他给刀狼的新专辑 打了93分 打了93分 然后呢很特别 这个刀狼现在活得不得了 从韩国红到德国 从日本红到美国 各国网友都用自己的语言 去演绎这首歌 因为现在出现了各种翻译 那德国人不是讲吗 觉得把这个肖子也对号入座 美国人也开始啊 罗刹海市跟当今的 美国政经现状来联系 就发现跟这个美国的政党啊等等 加在一起看 也挺有意思的 还有包括自媒体很红的战壕 写了一大篇啊 那篇光是看完大概要20分钟 但据说他写那篇写了10天 他说呢没有特定的指向 这是一首歌调极高的文化 内涵极深 借古讽今 针扁实弊的新时代流行音乐 季大使你怎么看 我知道季大使很早就有在听这首歌 季大使也很早就听刀狼的歌是吧 不是对 我很喜欢他的歌 你很喜欢他的歌 对对对 为什么很喜欢他的歌 因为他有一种西域风 因为他是在新疆成长 所以他早期成名的歌 都是那种有点像这个阿拉伯歌曲 维吾尔风的 他的那个调子很奇特 所以你都有听 我都有听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技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借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